您最上厂做的菜是什么 那个时候 最拿手的 你在家炒菜拿那个小铲子 我们那铲子就铁锹 真的铁锹 一大锅米饭 还真是翻炒 你想想一个连里边 我是一个连队里边的炊事员 那您炒菜是去了那现学 还是说因为您本身就做得好 所以才去 我本身不会做菜 那十几岁的孩子 我十八岁当兵 那谁教您做这个菜呢 在那 不对连队 那不用你 不用你教 都有那时候叫什么 司务长啊 班长啊 就叫我们做菜 那都是 那做出来能好吃吗 经常一锅米饭做糊了 那怎么办呀 那怎么吃啊 我们那时候最后 我做的比较好的是叫 我们那时候叫二米饭 为什么叫二米饭 就是大米和小米放在一块 我知道 放在一块 知道吗 对对二米饭 但是那个时候呢 因为他比较穷嘛 整个国家 我们吃的大部分都是战备两 那个小米和那个大米做上来以后 就是他一粒一粒的 不像咱们现在很黏糊那种 放了好几年了 最后呢就做肉大米 把那个肉切好了放到里头去 肉呢和大米二米一块熟 熟了以后就很很香 您在吹事班是不是就能比别的普通士兵吃的好一点 吃好那肯定像这种吃的 就吵着吵着吃一口这样子 当时啊生活相对来讲比较困难 别的人争相跟我们搞好关系 突然之后 那您能从吹事班出来保持身材很大的 像我们军舞的厨师也是 吹事班出来的大厨 他的身材就比普通人要圆润很多 我因为吃的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就是上回出现在他微博里那个爱演的死胖 今天我才不光是为了演的 我还要送给咱俩一个福利 这集节目呢主要讲的就都是吃 但咱们光看着他们吃可能是不行 咱们也得吃 咱们一块吃 而且就要跟缓缓一块吃 那咱们去哪吃饭 我们去老莫吃饭 就是北京洪色的餐厅有60多年的历史 那就是说老莫是一个在北京 可以吃到的最正宗的和尚餐吗 是是是 而且我会为大家讲述 大家都不知道的洛斯 还可以为大家解答他们关于洛斯的一些疑问 那就是一边吃着一边聊着 一边学俄语 那感情好 有这么好的事 那咱们怎么参加呢 就是你打开你的微信搜索军武大北京 回复一个池子 你就有机会跟华华 共进这一院俄市大餐 如果你不在北京也没关系 我们还会报销来回的路呗 两春三月缓缓在北京宫后各位 想请给关注 俊武大本年微信封号查阅 俊武大本年微信封号查阅 德文在北京宫后 剛好